第249集 手上的大五星破镜树光滑褪去 竟是终莫然暗了下来 只有一双金光四射的眼睛 如银石一般散发着光芒 这是 张凡略有迟疑 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小子 怎么了 这法宝有什么问题吗 苦刀人好奇的声音响了起来 张凡一向是对大五星破镜树很有信心的 怎么这次却是迟疑了起来呢 这件精壮体法宝 无论是苦刀人还是张凡自身 都不怎么把它放在眼中 先前一战之时 实在是被索天硬克制得太过厉害了 完全显示不出威风 自然不会受到重视 可是现在已经查探 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苦老 您看一下吧 张凡出神了一下 摇了摇头 好像有什么难以解决之时 随即手上用力 一个个玄妙的法觉 化作无数残影合一 轰在了晶体之上 刹那间一抹青烟腾气 起初之时 无色无袖 仿佛最淡薄的灵气一般 随即 骤然浓烈 一股狂暴的气息 涌现了出来 有意思 苦刀人兴趣大增 大日宝剑浮了起来 强大的神识透出 遍布在不大的境识之内 在接近屋顶的地方 一个虚幻的影子化形而出 前肩而渡圆 长长的尾巴像鞭子一般横扫 门牙抱起巨口大张 前有密集的波纹 好似无穷的犀利 恐怖的呼啸在酝酿之中 吞天鼠 静视之中 无论是桌椅 还是张凡的身子 皆是纹丝不动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显然 这吞天鼠 真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 展露的 不知道是几千几万年前的真容 刹那之间 那种直透入灵魂深处的狂暴和肆意 竟似更胜无牙老怪 仗之施展神通时 所幻化出的一般 真实强大 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 却不得长久 不过片刻的功夫 仿佛一阵微风 凭空浮现 将它一吹而散一般 一切烟消云散 没有丝毫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 静视之中 重新又恢复了平静 良久良久 张凡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说道 气息 吞天鼠的气息 苦道人也若有所思地回应了一声 强大的神石骤然收拢 缠绕在悬浮半空中的晶体之上 此时的晶体法宝 与先前又是不一样了 先前的晶体之中 一直萦绕的那股暴虐 与暗无天日不见了 现在只有淡淡的晶莹 如有生命一般流转着 苦老 不用再查看了 现在这里面空空如也 只有那抹气息啊 张凡神色凝重 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惊讶 单单凭借一抹气息 淡倒几乎可以忽视 甚至在人世间 连片刻功夫都不能存在的气息 竟能够真实地显化出 吞天鼠的强大 还有其吞天弑地的 本底神通 这简直 不可思议 张凡做出了结语 这件晶体法宝 在他心中的地位 现在是直线上升 甚至凌驾于万剑图之上了 深深的呼气声 忽然自静视之中 响了起来 是苦道人 张凡眉头一挑 苦道人只是 残破原因的存在 平时显露的那些 不过是神识 你话而已 现在这声呼气 却似是不由自主 可见其心中震撼之大 小子 那个乌鸦死鬼 前世一定是寻宝鼠出身吧 否则又怎么能够让他找到这等宝物啊 寻宝鼠 张凡一阵玩耳 同时也明白 苦道人看出这东西的根脚了 他先前查探了半赏 又在脑海中狠狠地回忆了一番 无论是他自己查看过的典籍 还是康师叔留下的奇物质 其中都没有与此相似的记载 随着他现在的境界越发的高 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是诡秘 奇物质 以及他当初所有的见识 已经跟不上他进步的步伐了 好在有苦道人 这个会走会跑的火点集存在 否则一些事情还真的不好办了 苦老 这是什么东西啊 张凡目光灼灼地望向半空之中 仿佛陡然失去了精气神 显得沉寂了不少的精体 兴致盎然地问道 什么东西 小子 你是坐拥宝山而不知啊 你可曾听说过万象天龙壁呀 万象天龙壁 张凡略一沉吟 还是摇撩头说道 不知道 竟苦老明事 苦道人悠悠的声音 还原了一件在太古之时 展露头角 引起无数风云的异宝 太古汪洋一角 流泉飞铺孤山 山顶之上海角之崖 一块巨石屹立 无数岁月流逝不倒 直到一天 轰然雷鸣 天结一般的暴虐 仿佛上天降下的惩罚 漫天雷光汇聚 轰在了巨石之上 谁也说不清 到底是巨石之中 蕴藏之物出世引来天结 还是天结恰巧轰在了 这块巨石之上 促使其诞生 总之 结果就是那块 毅历无数年的巨石开裂了 显露出了其中一块 硕大的金壁 金壁 通透晶莹 天然晶体凝成 又光滑平整 像玉壁一般 要只是这样 也就只是一件奇闻了 在太古那个恐怖的时代 驴见不鲜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就不能用奇闻 这两个字来解释了 天上地下 也从没有血色 如此浓重的奇闻 好死不死 估计是被天结的 恐怖危能所吸引 一条太古天龙 偶然路过其间 太古天龙是何等存在 可以说 无论肉体 神通 那都是站在 整个太古世界巅峰的生物 即便不经苦练 也能够凭着漫长的岁月积累 踏上最巅峰强者之林 绝对不容轻数 天生的骄傲 让途经的这条太古天龙 肆意地宣泄着气息 弥散开来 让一切好奇为观的生物 无论是人类修仙者 还是太古妖兽 皆为之必恐不及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 太古天龙一族 一向如此张狂 否则也不会在后来遭到 整个天地生物的一致讨伐 可是这次却是不同 当真是惹下了祸事 在吸收了太古天龙 所宣泄出的气势之后 那块金币骤然生出了变化 一声龙吟突然响彻云霄 万里海域为之轻浮 负义出世 生灵涂炭 一条恐怖的太古天龙 忽然自京壁本身存在的地方 腾空而起 威猛无涛的肉体攻击 玄傲莫测的法术神通 瞬间轰出 在所有旁观者皆震惊不已 不明情况之下 不过三系的功夫 就灭伤了那条 途经的太古天龙 可怜呢 一只没有任何天敌存在的 强大天龙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陨落了 龙珠 精血 皮肉 神魂 所有的精华 尽数被那条金币显化而出的 太古天龙吸收入内 煞世间龙吟大则传遍三界 宣告又一个顶级强者 现身世间了 顿时啊 所有闻听到这声龙吟 了解到事情始末之人 无论是龙族 人族 妖神 尽数出动 在整片天地间搜寻 此等让人震惊的举动 当然不是为了那条 倒霉的天龙报仇 他还没有这等面子 能成为世间顶尖的大神通者 哪个不是聪颖过人之辈啊 事情一惊入耳 瞬间就还原出了根本 那块金币乃是一件前所未有的 一宝 这件宝物能够仅仅凭借着气息就显化出气息本人的神通来 而且这神通的强度并不是依照气息的原本主人为主 而是靠着金币本身 否则也就不会出现三西灭杀天龙的可怕战绩了 金币本身必然是诞生出了灵智 方才有这般的行为 这一点却没有什么人关心 大家想要的只是它的本体 就是那块有着诡异神通的金币本身罢了 有了这个东西 若是把它炼制成为法宝 那威能简直不可想象啊 消息甚至比那身龙银更快地传遍了整个太古蛮荒世界 所有的大神通者齐齐出动和追杀 也正是这个时候 那块金币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万象天龙币 追杀的经过不用详述了 总之是一路血腥 由万象天龙币所化成的天龙造成的 也是各个种族彼此争夺的后果 当其时 人类大神通者还没有成为天地之间的主人 妖神 龙族等自天地之时就纵横与内的强者 也还没有走到他们的黄昏暮年 注定了这件质宝不可能被独占 一场混战 天昏地暗 轰然破碎 一分为久 那些参与此事的大神通者 何力 毁天灭地 都未尝不可 更何况 一件天地生成的宝物呢 自然难得保全呢 这九块残片的下落 由于当时太过于混乱 最终谁也说不清归属了 只知道其中的几块 成为了后世鼎鼎大名的质宝 人族 巨仙旗 妖族 招妖帆 龙族 焕龙中 这些鼎鼎大名的法宝 顾名思义可知 但是人仙 妖神 天龙 皆有其傲骨 岂会一招而至呢 自然不可能 不过是 虚幻飘渺显化罢了 根本也就是在 万象天龙壁的残片之上 这块晶体的神通 与万象天龙壁的传闻 一般无二 想来 不是当年的九块碎片之一 就是再经破碎的结果 苦道人的神识 缓缓收敛入竞变之中 声音依旧传来 为这段太古秘文 画上了句点 此时 张凡望向 晶体法宝的目光 已经不能用火热 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真没有想到 这件偶然从 无牙老怪 这个尚不得台面的 老东西手中得来的宝物 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 经过大五行 破尽数的查探 张凡对他的威能 了解甚深 与苦道人所说的 有所区别的就是 此时的这块晶体法宝 并不能只依靠 施展者本身的神通法力 来显化幻象 也就是说 其威力的大小 只取决于两点 一是气息的本体 二来 就是法宝主人的神通 远远不如苦道人所说的 万象天龙壁 那三息可灭杀气息原主人的 恐怖威能 不过这样 也已经足够了 张凡的眼中 骤然大亮 手上一招 晶体法宝 落入手中 万象天龙壁的残片 曾经引起过太古 腥风血雨的质宝 就这么静静地 躺在自己的手中 不需要实验 有些东西就已经分明了 这块晶体 自是万象天龙壁的 残片无疑 天地间 还没有听说过 另外一件宝物 有这样诡异的神通 不过 这显然是其中 比较小的一块 继承的威能 也就没有那么强大 万象天龙壁 张凡虽然没有听说过 不过 招妖帆 巨仙旗 幻龙中 却是久闻大名啊 很显然 这几样宝物 能够显化出的对象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 否则 这名字就是笑话了 而手头的这块晶体 却只有单独显化的神通 否则的话 乌鸦老怪 就是再不成气候 也不会将其浪费 紧紧收纳入自己 吞天鼠的气息 只能单一显化 唯能取决于自身的神通 这就是这块晶体 与它完全状态时 相比的弱点 不过 这点缺陷 相对于它的恐怖神通来说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张凡强忍着激动之情 手上一番将晶体对准自己一照 旋即手上灵力激发 一抹诡异的触感 在其字身上一绕 很快收了回去 感受的那抹触感 无功而返 晶体中空空如也 张凡皱起了眉头 毕竟是残骗 不要对人使用了 换个妖兽试试看吧 苦刀人对这件晶体法宝的 关注自不代言 怕是更在张凡之上 越是了解 越能够感受到它的恐怖嘛 人身乃天生道体 得到天地之所中外 虽说本体天赋 不如一些强大的妖兽 却有无限的可能 最是难以显化 想显化出你 是很难的 据说当年的巨仙旗 也是万象天龙壁 其中最大的一个碎块炼制而成 更何况仙 那还是人吧 说到最后 苦刀人对仙字的重音 还在其后的话语 似有不以为然之意 张凡却是无暇顾及此点了 并没有追问 而是一拍腰间 一个庞大的黑影 瞬间出现在静视之中 充塞得满满当当的 小 张凡一声清贺 仿佛什么咒语一样 庞大的黑影骤然缩小 不过片刻就已经缩成了 比脑袋略小的尺寸 呱呱呱地叫着 落到了她的肩膀上 莫灵 此时正在不停地 啄着张凡的头发 拿着小脑袋使劲蹭 爪子在肩膀上 一边踏着一边扭动 这不是莫灵 这个小火鸭还能是谁呢 现在的莫灵 的确不能用小火鸭来形容了 甚至都不能算火鸭了 仅仅她方才现身的时候 那恐怖的身形就已经超过了火鸭的极限 即便是她当年的母亲 那无悔谷中一霸的火鸭女王 也不过如此而已 二十年的光阴 进步的不只是张凡一人 莫灵这只跟随她最久的灵兽 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以进阶为四阶巅峰 这就是现在莫灵的阶位 更由于张凡这些年的培养 别说四阶以下的妖兽了 就是五阶有杰丹实力的强大妖兽 也未必是莫灵的对手 尤其是她的火焰 已经渐渐摆脱了反火的藩离 真正有了一些金屋妖火的风范了 这还是她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太短 区区数十年而已 如若再给她个百年的时间 怕是能够引动更多的金屋血脉 最后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好了 别闹了啊 张凡的脸上献出了一抹宠溺的笑意 拨开莫灵不时凑过来的小脑袋 将手中的晶体一转 照到了莫灵的身上 煞世间光滑大亮 整个静视之中亮如白昼啊 肉眼可见的 一点点仿佛青烟一般的东西 从莫灵的身上腾起 在她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 被吸纳入了晶体之中 烧情光滑收敛 晶体之上 那一点火红 又带着黑煞之气的色泽透射而出 看上去就仿佛莫灵 在释放火焰一般 稍稍查探了一下 见得莫灵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张凡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莫灵 来 跟你这个小伙伴玩上一玩 张凡微微一笑 受上加厉 灵力的释放控制在了 筑机器的程度 一个庞大的虚影浮现 与莫灵方才现身之时 一般无二 呱呱呱呱 傻时间 莫灵翅膀大张 一股灵力的气息腾起 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全身的羽毛炸了起来 开玩笑啊 主人身边有一只莫灵就够了 他那绿豆大的眼睛里面 清晰无比地透射出了这样的信息 玄机一扑而上 好像是决斗一样 同一时间 那个新生出的庞大虚影也缩小了下来 毫不怯懦地迎面扑上去 两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火压 在静视之中打斗成了一团 张凡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虚影自然是不会死的 只要气息不被他从晶体当中驱散 就可以无限量地吸纳他的灵力来重生 而且在张凡的控制之下 完全也不会伤害到莫灵 自然乐得看上一场好戏了 黑色的吆火 炽热的火焰 瞬间膨胀 仿佛携带着无尽泥沙河流一般的钢铁翅膀 一爪可以抓烂巨石的乌爪 无坚不摧 就是钢铁也能够拙穿得利会 彼此往来争斗无休 好 张凡见后拍而起 脸上满是惊喜之色